我們給他一個教訓好不好 好 但是各位 給他教訓 我們要出來投票 各位 民進黨 這兩年 你想想看發生了什麼事情 除了欺負我們這些軍公教人員之外 他不知道 軍公教退休的這群長輩 是這個社會安定的力量 是我們台北市消費的主力 台北市消費 除了我們退休的軍公教人員 孫文說的影響之外 連帶影響到台北市的整個消費 再加上什麼 一粒一休硬幹子結果 勞資雙輸 很少有一個法案 可以搞到勞方私方雙輸 民進黨做到了 這兩個糟糕的情況一發生之後 連帶衝擊到台北市所有零售 餐飲的業績掉了三成 你看看多少店倒掉了 多少店關起來了 多少人失業了 這就是民進黨 這就是過去兩年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跟大家說 今天是選舉 我們給他一個教訓好不好 好 但是各位 給他教訓 我們要出來投票 我跟大家講 我個人的經驗 上一次選舉 全台北市投票率最高是大同區 民進黨的強區 第二高是哪裡 社子島 更是民進黨的強區 我自己的大安文山區有的理也 包括眷村的理 投票率只有五成一 只有五成一 你人都不夠他多 你怎麼跟他教訓 各位想想看喔 這一次我們提名很多 包括我們中山區提名非常多人 大安文山區 更是超額在提名 這種情況之下 每一個議員 即便像王文威這麼優秀的議員 大家都會有希望 可是每個人都很危險 選完之後 如果我們議員選得不好 你想想看民進黨會怎麼說 他說 對不起民意站在我這邊 議員是我選的比你多 議長是我的 我教訓你還差不多 如果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再去怪大家 說你怎麼這樣 你怎麼這樣 都太遲了 只有一個方法 衝高投票率好不好 好 衝高投票率 就是展現我們人民的意志 螞蟻熊兵的力量 沒有錯 你掌握了媒體 你掌握了國家的資源 可是我們 憑著我們的心我們的力 憑著我們自己的努力 我告訴你 衝破他的封鎖 教訓民進黨好不好 好 我想洪威姐 我們過去的 這一年半以後 兩年來 我們跟洪威姐 舉辦了非常多非常多的社區的活動 我們辦了大概至少 將近20場社區的活動 洪威姐每一場都到 我從她眼中看到了一個 對社區的投入 所以各位 社區的發展 國家的未來 城市的發展 我們需要我們的里長 議員 市長 領手中 議員 王洪威 還有我們在座所有的里長 一起的努力 三步 一起 我們才有可能 扭正 我們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 所以各位 這次選舉 拜託大家 議員 市長 里長 大家把投票率衝高 我們就有可能 讓好的議員連任 讓市長 重新建設台北市 讓國家鋪上正確的方向 再次拜託大家 衝高投票率 一起出來投票 拜託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